前期的话我们这款产品主要针对于中风偏瘫 其实后期的话我们也可以针对于老年人心衰 就是运动能力弱的一些患者 去帮助他们去做更多的训练 这款产品在国外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关注点 它叫人体增强 它不局限于康复 它也可以帮助军人去做一些体能上的减负 帮助他能行走得更远 这款来说的话目前来说我们是国内首款 在国外的话也就是哈佛生物医学工程师在做